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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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性感 感谢观看 彰显神的智慧的力 你的爱适合的长火高深 满有丰富无穷的恩典 耶稣全兵通关 万有黑的荣耀尊贵丧在 我与心灵城市紧紧敬拜 坐在宝座上深爱我的主 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 用生命来回忆你的爱 我的主让我淡淡在乎你 敬起我的心来敬拜你 用生命来回忆你的爱 我的主让我淡淡在乎你 敬起我的心来敬拜你 敬起我的心来敬拜你 我切切地祈求神 让我的生命能够有一个突破 能够走到一个转类点 耶稣告诉我 祂能够使我更新 祂能够体会我的心情 它更能够改变我的曾经 全新的你 你说阴天代表你的心情 雨天更是你对生命的反应 你说每天生活一样平静 对于未来没有一点信心 亲爱朋友 你是否曾经观看满天的信心 期待有人能够了解你的心 能够爱你 赐你力量更新 耶稿能够教一切都更新 耶稿能够体会你的心情 耶稿能够教一切都更新 耶稿能够教一切都更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 你是否成亲 曾经观看半天的星星 期待有人能够了解底细 能够爱你赐予力量更新 耶稣能够将一切都更新 耶稣能够体会你的心情 耶稣能够改变你的场景 耶稣爱你 耶稣等你 耶稣能找一个全新的你 耶稣能够将一切都更新 耶稣能够体会你的心情 耶稣能够改变你的场景 耶稣爱你 耶稣等你 耶稣能够改变你的场景 我们感谢耶稣 祂奇妙的恩典 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 记载在《马太福音》第20章 他们出耶利哥的时候 有极多的人跟随他 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 听说是耶稣经过 就喊着说 主啊 大魏的子孙 可怜我们吧 众人责备他们 不许他们作声 他们却越发喊着说 主啊 大魏的子孙 可怜我们吧 耶稣就站住 叫他们来 说 要我为你们做什么 他们说 主啊 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 耶稣就动了磁心 把他们的眼睛一摸 他们立刻看见 就跟从了耶稣 耶稣能够帮助我们 使软弱的我变刚强 软弱的我变刚强 贫穷的我变富足 下眼底我能看见 主给我醒了神迹 赫山啊 赫山啊 定死释迦的羔羊 赫山啊 赫山啊 耶稣他已复活了 我要赌我的那墙 再次吸进我的嘴 现在主的大慈爱 向着我永留着 赫山啊 赫山啊 地死释迦的羔羊 赫山啊 赫山啊 耶稣他已复活了 在今生的江河中 祝福日我站起来 高唱的旧地乐歌 耶稣赫山啊 耶稣赐给我自由 赫山啊 赫山啊 地死释迦的羔羊 赫山啊 赫山啊 耶稣他已复活了 赫山啊 赫山啊 地死释迦的羔羊 赫山啊 赫山啊 耶稣他已复活了 愿神愿纳 我们向他所唱的 颂赞的诗歌 接下来我们非常感谢 杜牧师今天再次的 来到我们的当中 为我们振到生命的转利点 我们将时间交给杜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好 感谢主 我们可以再一次 在网上一同的敬拜我们的主 今天要分享的题目就是 生命的转利点 转利点是指生命中 你遇到的事情 把你这个人生的方向改变 一般都是向好的一遍 有一个基督徒的家庭 一家五口 本来都是很弥漫的 但是突然间 小的孩子 得了癌症 而死 几年后 他的丈夫 也忘了重病 以离开他们 还有 另外两个孩子 到他们中学的时候 在中学毕业里的往上 因为车祸上升 那留下妈妈一个人 那你可以想象 这个妈妈是怎么样呢 她当时非常非常地痛苦 有她的小的儿子 到哪个两个大的孩子 离开 她已经经历过很多痛苦 但现在 家中只有她一个人 她真是痛不欲生 她本来是一个 她本来是一个 非常非常远远的姊妹 但是到这个成况 她人生真是遇到一个转利点 她是坏的转利点 她把自己关起来 我记得可能 她又到一年多的时间 她没有出去 每天都流泪 她要活在迷惘痛苦的生物当中 但是直到有一天 突然间 她问自己 那为什么我要这样的活下去呢 突然她想起《圣经》 《菲利比书》 第四章 第十三节 《我靠着了家给我力量的方式都能做》 这句话 让她站起来 她就去去跟人家分享 她痛苦的经历 当她分享的时候 事实上鼓励了很多人 这是她人生的第一个转利点 但是是好的 是经过痛苦的过程 那现在她就重新站大起来 她成为很多人的祖福 后来 她就当了这个参教士 还将自己的过去的一切写下来 出了一本书 叫《三过幽谷》 可能很多人都念过这本书 这个施德芬 就是她的生命当中 经过三次这个幽谷 那你生命中 有没有令你难玩的转利点呢 《马太福音》二十章 二十九到三十四节 记载两个瑕疵的故事 他们同样经历到生命的转利点 这个转利点 改变了他们一生 二十九节 这么讲 他们出耶利哥的时候 有几多的人跟随他 这个他们是指耶稣跟他的门徒 当他们要离开这个耶利哥城的时候 英文就是用They were living 正在出耶利哥城 根据这个路加福音四九章的记载 耶稣刚刚在这个耶利哥城里面 遇见这个瑟利沙盖 还要到他的家中吃饭 还要使救恩临到他传家 我们知道在哪个时候 在哪个时候 瑟利是罪人 但是耶稣仅然 与一个罪人吃饭 要警告他们传家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惊动 整个城市的消息 所以耶稣 所以耶稣跟他的门徒离开的时候 这个记载就是有几多人 有许多人跟他们一起 当他们要离开这个城的时候 三十四节这么讲 有两个匣子坐在路旁 听见是耶稣经过 就喊着说 主啊大外子孙 可怜我们吧 这两个匣子坐在路旁 当然我们不知道 为什么他坐在路旁 这个是不是他经常坐的地方 坐在哪里讨饭的地方 我们不舍得 但是这个记载就是 他们两个坐在路旁 当听见耶稣要来经过的时候 他们在大声地喊叫 主啊大外子孙可怜我们吧 为什么他要大声地喊叫 我自己想的可能有两个理由 第一 他们一定是听过耶稣 过去所做的一切 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 他们一定听到耶稣 神之医治很多 很多人 所以他们知道 耶稣有医治的能力 第二 他们有信心 他们相信 耶稣一定会医好他们 为什么呢 因为刚刚我讲的是 刚刚在 我讲过这是 是耶稣进耶利哥的时候 哪里面 跟一个罪人吃饭 但是如果我们 再看路加福音十八章 三四五到四十三节 在耶稣进耶利哥城之前 信心经记家就是 同样 耶稣进耶稣 耶稣在进城之前 是医治了一个挟持 这个消息 他们一定都知道 所以 这两个 挟持 可能就是听到耶稣 从前所做的 现在所做的 所以他们就特别的 坐着路旁 等耶稣过来 所以他们听到 耶稣来的时候 他们就大声的呼叫 还有 这两个挟持 肯定 耶稣就是 犹太人 期望这个弥赛亚 因为他说主啊 他是大卫的子孙 所以 他一定知道 这个耶稣 可能就是 神要派来的人 他一定 有一个能力 当他们叫的时候 三四一节 就讲 众人责备他们 不许 他们做生 他们 确实 越发的喊着说 主啊 大卫子孙 可怜我们吧 同样一个记载 就是在马可福音 第十章 四四八节 讲的是 许多人 当时有许多人 除了耶稣的门徒 还有一般是 跟从耶稣的人 他们叫 咱们这个 匠子 折逼他们 不要出生 因为 他们都感觉到 耶稣是大人物 大人物 耶稣一定很蛮 耶稣离开 一定要 做更大的事情 那你这个 匠子 这个 乞丐 为什么 汉叫呢 为什么要打扰耶稣 所以他们叫 不要出生 他们 用尽不同的办法 拦阻 这个匠子 到耶稣面前来 但是 这个匠子 这两个匠子 没有放弃 他们越叫他 不要做生 他们就越发的 大声的讲 可能不止一次 可能讲很多次 三四二节 耶稣就站住 叫他们来说 要我为你做什么呢 他们大声一叫 目的就是要耶稣听到 到三四二节就讲 耶稣就听到了 所以耶稣就站住 站住就知道他们两个 是叫的是他们两个 要叫他两个来 他就问他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 对这两个匠子来讲 可能吓死他 他已经想不到 耶稣几年 会这么主动的 问他们这个问题 耶稣问 要我为你做什么 这两个匠子 这两个匠子 听到 一定是很高兴的 所以 他们的三四 三节 就说 他们说 主啊 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 主啊 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 这个匠子 这个匠子 一生的梦想 这个匠子 是看不见 他们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所以 他们一生的希望 就是要看见 所以当耶稣问他们 你要我 你要我 为你们做什么 他们没有 别的 讲法 他们立刻的 讲 主啊 要我们的眼睛看见 当他们提出这个 这个要求的时候 他们内心 一定很紧张 因为 他们不知道耶稣 怎么样做 虽然 他们都相信耶稣 一定要有能力 可以医好他们 他们可能都有信心 耶稣会医治他们 但是 他们不知道结果怎么样 所以 当他们 回答耶稣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想他们内心 都是 非常非常的 紧张等待 三四四节 对匠子来讲 是一个转立点 耶稣 耶稣 叫 动了 慈心 慈心这个字 英文是 compassion 慈心是 什么 是耶稣 知道他们的痛苦 耶稣了解 体验 他们 这个 看不到 这个人生 这个 这个 患 患 所以耶稣 动了 慈心 还有就是 耶稣再见 你 做了一件事就是 可能 瑕疵都想不到 他把 他们的眼睛一摸 耶稣摸他们眼睛 那你可以想像 如果耶稣真的要医好他们 耶稣不需要 一定要摸他们 耶稣只要讲一句就可以了 你眼睛开了 他们一定是开的 但是耶稣做这个动作 是摸他们眼睛 我感觉到这是 耶稣持心的将行 耶稣 耶稣要表出 他是真的 关心他们 他愿意的亲见他们 他没有亲看他们 当耶稣一摸的时候 经文怎么讲 他们立刻看见 他们立刻看见 当他们真的打开眼睛 他们看到眼前 这个耶稣 看见其他的人 看见 可能 身边都住这个环境 他们一定是很开心 当然 可能 可能 经过这么长时间 眼睛看不到 当他们打开的时候 我想 一定是慢慢来的 一定 戳戳的时候 可能都是有一点 不清楚 但是 当他慢慢看见的时候 他一定是很高兴 他一定是什么 站起来 跳来跳吃 可能他会讲 我看见了 我看见了 这里 经文没有尝试的记载 但是 你可以想象 一个 匣子 可能是很多年 可能是出生 就是匣人 当他看见的时候 他一定是 非常非常高兴 但是 经文没有这里 就停下来 还有一句就是 就跟从了耶稣 他们就跟从了耶稣 耶稣 不当 开了他们 又提这个眼睛 当然 对瑕疵来讲 他们看 开了这个眼睛 看得见 你改变他们一生 你改变他们一生 对他们来讲 他们过着正常的生活 他们一定很高兴 但是 同时间 耶稣 耶稣打开 他们心中的眼睛 耶稣让他们看到 自己 不足的地方 耶稣让他们看到 主耶稣基督 耶稣让他们看到 他们 属灵上的需要 他们需要 耶稣的警救 当他们看到这样的时候 他们就跟从了耶稣 这个是 这个是一个多么美丽的图画 他们没有想 这个瑕疵没有想到 除了他们 幼齐的眼睛看到之外 这个是他们追求的 这个是他们追求的 遇见耶稣 得到医治 他们可以过正常的生活 他们的社会地位 被提升 他们 重建之后 他不会被人看低歧视 但是同样 他们得的更大的福气就是 属灵上面 都是他们人生的转利点 还有 他们选择了跟从耶稣 你看 对这两个瑕疵 这个转利点 实在 是太 太好了 肉体 得着肉体的祝福 同样得着属灵的祝福 从这个两个瑕疵 在他们这个生命的转利点当中 这个经历当中 我们要什么学习呢 我感觉到最小 我们三方面的学习 第一 我们要学习什么 学习这个瑕疵 充足的信心 瑕疵 绝对相信 耶稣这个医治的能力 还有 他们就是 相信耶稣 有这个能力 但是同样相信耶稣 愿意医治他们 我们人有很多能力 但是 你用不用能力 是另外一个问题 耶稣有这个医治能力 但是 耶稣会不会用这个医治能力 医好这个两个瑕疵呢 这个需要瑕疵信心 我们可以看到 从他 这个 等耶稣 从他 叫耶稣 从他就是别人的主党 他都同样的 要见耶稣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真是 真是 有这个信心 英国有个医生 带得生 我们都很认识 他到 中国传福音 他讲了一段话 大家很熟了 他讲 他讲的 什么呢 他讲的是 就是 假如 我要千万英经 中国可以传输 知识 假如 我要千条生命 绝不留下一条 不给中国 你看 他怎么能爱中国人呢 有一次 他和他的同工 要到一个地方 有一些工作 但是在这个路上 他们突然感觉到很 肚子饿 但是没有办法 购买食物 但是这个时间 戴得生就说 感谢神 吃给我们既然的食物 那他同工就问 食物在哪里啊 戴得生就说 哎 离间 离间里不远 我们天父 吃到我们肚子饿了 他一定会把这个食物 拿给我们 那现在我 谢恩祷告 当食物来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立刻的吃吗 不要等了 这么的好 果然 过了一段时间 他们见到一个 卖这个米饭的人出现 所以他们就 非常的感恩 有这样的 可以吃到很开心 这个就是 西班牙书 第十一章第一节 这样讲 信 我们信心 就是所望之事实底 是未见之事的 取据 这就是信心 这两个小子 他真的不知道 耶稣真的 会不会医治他们 但是他们就有 见人的信心 他们虽然看不到 但是他们相信 戴得生 他有见人的信心 他是知道天父 一定为他们预备 食物 1974年 我跟我的太太 还有刚刚出生的 大的儿子 一家回香港 在哪个时候 从香港来加拿大 读书 当然 我都是来加拿大读书 读书之后 我在加拿大工作 一般都不会回香港 当哪个时候 我们回香港的时候 教会的弟兄姊妹 每一个都告诉我 我为什么回去呢 这里很好啊 很多人希望过来 那么你呢 你一定要回去 我们回去很简单 我就是有感动 是上帝要我回香港 到学校教书传福音 我有信心 上帝一定 可以 一定要为我们预备 当然 我们回去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将 有什么事情发生 但是 回顾这么多年来 我们回去 回去三四年 但是这段日子当中 我们只看到上帝 很多很多的祖福 上帝的祖福 是超过我们的想象 上这个瑕疵 他们只要求 只祈求 他们的右几点眼睛 可以打开 可以看见 但是上耶稣 除了开他们眼睛之外 同样的打开他心灵的眼睛 让他们可以 得着救恩 这个超福 他们所想 同样 在哪个三十年当中 我所得的 是超福我们所想 所以上帝不会亏待 信他人 第二 第二就是 你看到这两个瑕疵 他们就是能够坚持到底 许多人 阻挡这个瑕疵 见耶稣 给他们压力 不容许他们叫耶稣的名字 如果在这个情况下 就算这个瑕疵有信心 但是这么多人 阻挡他 叫他离不出生 他们可能就是没有办法 他们就不出生了吗 但是没有 越多人拦阻他 阻挡他们 他们就更加的大声叫 他们没有低头 他们没有放弃 他们就是加大这个声音 讲多两次 他们要希望耶稣 可以听得起 他们就是要这样的坚持 这本书 天路历程 可能很多人都看过 这本书 简单就是描写一个弟兄 从信经中得到启示 认罪悔改 有时候他就决定要逃离 这个将要毁灭之城 他经历过很多困难 真是千奸万贤 但是最后 他都可以 他都可以理达到一个 一个美妙的天称 为什么他可以道德呢 因为他 能够坚持 遇到困难 他没有放弃 本来他可以走回头 但是他没有 路加福音十八章 一到八节 同样记载一个寡妇 是找一个官 他希望这个官 为他伸冤 但是这个官 多月都不理他 他吃了很多次 他都不理他 但是这个寡妇没有放弃 同样寄述的要求 他坚持的要求这个官 结果信经记载就是 这个官就为他伸冤 耶稣 用这个比喻 说明我们祷告的时候 同样是要坚持 不可灰心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做一个好的基督徒 希望我们要好的灵命 好的渐进 我们可能定下计划 每天如今临收 要怎么计划 怎么侍奉 怎么传福音 开始的时候 都不错 但是 时间一长 当遇到困难的时候 郎主的时候 我们都是放弃 一般 可能有些三分钟月 要过去的就没有了 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灵命 有时候不能够进步 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够坚持 在这个疫情当中 从上一中 这个家居令 家居令令我们都困在家中 我们非常非常渴望的 渴望的可以几封 我们自由可以外出 但是 你都看到 我们的上长 不停地叫我们 内心一点 坚持下去 否则 叫全功尽会 我们信仰同样 我们有信心 但是 同样我们要坚持 同样在西伯来书 第三章十十节 这篇告诉我们 我们若将 起初确实的信心 坚持到底 叫做基督 基督里有份 这里告诉我们 斯伯拉斯作者告诉我们 要把这个 当初这个信心 我们一定要坚持 那我们 叫在基督里有份 所以在信仰的路上 我们一定要坚持 坚持坚持 向这两个匣子 坚持地呼叫耶稣 第三 我们要学习大胆的祈求 这两个鞋子 它们一生最大的 可望 就是要眼睛 可以打开 可以看见 可以过别人过的生活 这个是他们人生的目标 所以当耶稣问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直接地告诉耶稣 我要我们的眼睛看见 他很大胆地要求耶稣 可能有一些 可能有一些讲 他潜心 这么大胆 但是他们就是这样 你可以看看我们自己 我们怎么样 向耶稣祈求 有很多人到耶稣面前求的时候 都是恭恭敬敬 很有礼貌 很有礼貌 有时候的可能感觉 因为 因为他是神 他是高高在上的神 很怕讲错话 我们一定要尊重他 是的 我们需要敬畏神 因为 真言告诉我们 敬畏神就是自卫的什么 开端 所以我们敬畏神是对的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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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到神面前祈求的时候 我们是把什么的态度 上帝 喜欢的 不是我们外表 不是我们怎么 讲什么话 讲什么好听的话 上帝 上帝喜悦了 是我们遵循祂的话 不是我们外表的表现 我们到上帝面前求 跟 到父亲 到 到父亲面前 跟他谈话是一样的 我们不需要用文章的句子 讲得很漂亮 我们不需要用重复的话 我们只需要 直接的大胆的 把我们祈求 说出来 如果我们感觉到 不应该求的 那你又不求了 因为没有信心求的 得着的机会也不大 在 马可福音 十一章二十四节 这么讲 所以我告诉你们 凡你们 祷告祈求的 无论是什么 只要信 叫什么 得着 你只要信心 你要有大胆的祈求 当大卫 希望为神 建造圣殿的时候 上帝不允许他 但是上帝答应他 他要建立大卫的家 他建定他的国 大卫听见就很高兴 所以大卫就这么讲 我的神啊 因你启示仆人说 我必为你建立家世 所以仆人代胆在你面前 祈祷 历代之上 四十三 二十五节 大卫 因为相信上帝所说的 所以他就能够代胆到他面前求 同样 我们要没有这个信心 我们要 像这个匣子 这个两个匣子的信心 代胆的到面前求 这两个匣子 当他们代胆的求的时候 他们所求的都得得了 还有 耶稣给他们 更多 给他们所想象的更多 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都是 可以看得见的人 我们不明白 匣子 看不见 怎么痛苦 但是 有时候 有时候 我们看见的 可能比一个匣的人 都是 看的东西都是小 因为这个两个匣子 最后 他们得着 耶稣给他祝福 就是让他们 心里面眼睛 都看见耶稣 还有就是 我们看见耶稣的人 我们信主人 怎么样 我们有没有 像这个 两个匣子 那么大的信心 像不像 他们两个 在坚持 不怕困难 不放弃 还有 他们还 能够大胆的 向耶稣求 因为他们 相信 耶稣能力 相信耶稣一定会 帮助他们 让我们 从这段经文当中 特别就是 在这个疫情当中 我们可不可以 让自己的生命 进入另外一个境界 我们的人生 会不会因为这个疫情 给我们一个转捩点 这个转捩点 就可以让我们 更加成为神 有用的器皿 被主 大大的使用 愿上帝 祝福我们每一个人 非常感谢杜牧师 为我们所传讲的信息 我们实在需要 主耶稣基督 在我们的生命中 我们才能够经历生命的改变 我需要有 祝福你在我生命中 孙 Regular 吴borg 祝福一生命中 藏在我心 左路上的光 成为我叫前提的 哦主求你坚固 我信心我的力量 使我的一勇敢向前行 因我知道有时 我仍会软弱 求你带领我 使我不会再退缩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 使我当成为你所心愿的 而你是我的生命能够展现你荣耀 哦主求你保守 我的心我的一念 使我能够尊心你旨意 我愿将你花余 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 求你带领我 求你带领我 使我不会再对缩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好让我生命中 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 使我当成为你所心愿的 而你是我的生命中 使我的生命能够展现你荣耀 使我的生命能够展现你荣耀 我们现在来为今天的奉献祷告 我们天上的阿爸父神 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对我们无为不至的照顾 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 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将你所给我们的一部分奉献于你 恳求天父你自己按照你的心意 来帮助我们好好的使用 成为你中心的管家 主我们在这个时候也特别纪念 下个星期将是我们恩权 十三周年的纪念 求主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弟兄姐妹 不论是英语 粤语或国语 我们都能够一起的在云端会面 将我们心中一切的颂赞都归于你 谢谢你在我们教会中 所做的奇妙的工作 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接下来我们要请杜牧师 来为我们主持这个月的圣餐 请弟兄姐妹把已经分派给大家的 二合一的这个餐杯拿出来 以下时间交给杜牧师 每一个月我们一同的领这个主餐 主要就是要纪念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 还要就是让我们弟兄姐妹 自己审查自己 在我们的基督的生命当中 有什么地方我们做得不好 所以每一个月就是 直接煮这个主餐 给我们一个反思的机会 在我们领受主这个平均监之前 我要跟大家读一点信经 是来自马可福音第四十章 第二十二到二十五节 接着就这样讲 他们吃的时候 耶稣叫拿起饼来 主礼服叫破开 帝给他们说 你们拿着吃 这是我的身体 又拿起杯来 主舍的帝给他们 他们都喝了 耶稣说 耶稣说 这是我利的血 为多人流出来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不再喝这葡萄鸡 直到我在神的国里 和新的老月子 让我们弟兄姊妹 我们一起的 默想 主耶稣 为我们 跟着十字架 使在 十字架上 为我们的嘴 用他的血 洁净我们 让我们一起 低头的 坐看 iso 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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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 against 保靠 主啊 乔里有我们同在 可怜我们 让我们在这个主餐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更加地亲近主 我们可以同弟兄姊妹 更加地亲密一点 主啊 乔里有我们同在 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在一起的起立 你可以打开 你们预备这个饼跟这个杯 我们一起的同龄的主餐 耶稣拿起饼来说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的 我们如此行 是为了纪念它 我们一同地吃这个饼 还要主耶稣拿起杯来 说这是我为我们留的血 让我们一起的纪念它 亲爱的主 主 我们再次地感谢你 因你为我们死在施加上 你用你的宝石 捷循我们的罪 你让我们可以 从神重新地建立关系 主啊 求你 让我们领受这个主餐后 让我们更加活出我们的信仰 更加成为你有用的器皿 为你发光 为你做监禁 为你荣耀你 荣耀你 在我们生命当中 可以更加地影响别人 主啊 我们感谢你 我们今天祷告 奉耶稣主名求 阿们 谢谢杜牧师来为我们分享信息 带领我们领受主餐 再次欢迎弟兄姊妹 来到我们当中 与我们一同敬拜天赋 如果是第一次来我们当中的话 我们就是特别地欢迎你 也欢迎你透过我们的网站 和练书与我们联系 一同在主力成长 我再欢迎家里头有小孩子的 弟兄姊妹 继续参加我们每个星期四 这个六月份 我们每个星期四 要大概半个小时的 家庭祭坛的创建时刻 希望你继续参加 彼此激励 一同学习 怎么样 在家里头建立家庭祭坛 然后呢 也就非常重要的事情 请大家特别地留意 就是我们下个礼拜子 刚才 Tiffany也报告的 也在祷告中 也告诉了我们 就是十三周年的堂庆了 所以呢 就是我们实践上有一点的更改 你留意一下 就是我们的敬拜不在九点十五分了 是在十点四十五分到十一点四分左右吧 我们就是有一个堂庆的小句 这如果你按照平常的 就是进入我们的网站 你也看见这个链接在里面 你按进去 就可以看见大家 弟兄姊妹都在一起了 三个堂的弟兄姊妹都在一起 然后我们可以聊天了 应该可以 然后呢 到十一点十五分 我们就一起有三堂的联合敬拜 所以希望你特别留意下个礼拜 这个时间上的改动 我们同唱三一颂 然后请杜牧师为我们祝福 赞美一生万福之愿 天下圣灵都当送颠 天上万君也赞助你 同行赞美福自圣灵 请杜牧师 让我们一起的起立 领受上主的祝福 愿三位一体的真神 天父的慈爱 基督的恩典 圣灵的感动 常与我们同在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请坐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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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